這條影片我們會講述Postsport同學做得不好的地方 為了節省一點時間我就不會續提講 我只會講重要的部分 數據大家自己看就可以了 不過我第一條都是Typical Microscopic Burl 1和Metals的題目 同學最大的毛病就像這個同學一樣 即是去解釋一些Structure properties的時候就寫錯了粒子 很多時候它的Marking都會要求你有一個準確的 例如這一條題目Metalic Bond就是Cat Iron和Delocalized Electron 不過這個位置我們沒有扣大家分 但大家其實最好還是要寫上它 另外Rusting的題目其實我們幾次Assessment都沒有特別去考大家 可能大家有點山梳 所以有些同學是不太做到這一條 記得你解釋它的時候 最普遍的就是擋著氧化碳 讓它碰不到Oxygen和水 或者你會答到Prevent 或者Promote Losing Electron of Iron 以及如果像這條那樣牽涉到Sacrificial Protection 那怎樣都可以回答這個字 因為有時候只回答這個字 Marking都會給一分 但我建議你既要講到那個 從Basic Chemistry電子轉移的原理 既要講到 亦都講到Sacrificial Protection這個字 第二條是Redox和電解的題目 如果在解釋一個Electrolysis裡面產生的Product 我們有三個因素 第一個因素就是好像這個同學寫這樣 就是比較它的Oxidizing Power和Reducing Power 第二個因素就是要講出一種Iron的濃度高於另一種 第三個就是因為Nature of Eletro 影響了以上的兩種條件 但同學有時候就不會比較Oxidizing Power 就寫了其他東西 或者像這個同學那樣 他就寫得不清楚是哪一樣東西和哪一樣東西的Oxidizing Power 因為你寫Hydrogen和Protestium 其實應該比較它們的Reducing Power 所以它沒有Iron的意思是完全不同了 這些位置就要小心 另外B部分這條題目 我想講很多的改靈捲 其實很多同學都是Careless mistake的 你看到這題有兩分 其實這題可以給三分的 你一highlight這條題目你就知道 它叫你要寫Half Equation 要State Observable Change 要解釋Observable Change 其實應該是有三分的這題目 但是不想給那麼多分 所以這裡就是Equation 普遍都寫得到的 但是很多同學就像這個同學 他只寫了顏色而已 他沒有解釋的 我解釋就是因為Bromine是啡色的 他又沒有變有 應該是這樣去解釋 然後去到Cpart這些類型的題目 很多時候會在Industrial Camp 都會問類似的題目 大家記得說很多次 不要習慣只寫一個字 雖然你有時在Marking裡面 真的只是一個字就得到分 但是你Environmental Friendly 你都起碼跟別人說為什麼 就是從一個Chemistry的原則裡面 去說為什麼它是Environmental Friendly 它貴你都說因為它什麼而貴 它危險你都說因為什麼而危險 就不要只回答 Expensive, Dangerous, Environmental Friendly 還有不要再Balance or Equation 這些很低級的錯誤 第三個題目是一條Acid Base的題目 計算就不特別講 你不懂計算吧 我想特別講Boy這條題目 Boy這條題目是一條描述實驗的題目 其實通常在Rach of Reaction 會問到描述實驗的題目 有一個概念大家很重要 一定要看到B這一點 就是很重要 你要在答案裡表述到 Fair Comparison 什麼意思呢 例如這一條 有一隻是Nitric Acid 一隻是Ethanol Acid 我想大家都一定會知道 Nitric Acid是Strong Ethanol Acid是Weed 但是你做實驗的時候 你一定要告訴別人 你除了改變Exit之外 其他的所有條件是保持一致 例如用多少Volume 例如你的環境 而在這多條件裡特別重要 當然是Volume 如果一個是Week Exit 但你用多些Volume 當然是溫度改變不能直接 所以你一定要在答案裡 出到Fair Comparison 然後又是解釋這裏 很多同學都寫到一個Strong 一個Weed 但是你說不到能量 是用去做什麼 而令到溫度改變不同 所以在這些位置 很多時候同學就 好像這個同學 漏了一些關鍵的位置 就會失去分 是很普遍的 特別是Rach of Reaction 所以在同學的題目裡經常會這樣出現 然後C Part 1 很多同學做不到 這個題目 明明叫你寫Ionic Equation 叫你寫Ionic Equation 但很多同學 你寫出來的那條 不是Ionic Equation 起碼很多同學 都好像這個同學這樣 就是他會 HNO3黏在一起去寫 可能同學 以為跟Con受的情況一樣 Con受是不能拆開來寫的 但Con Hs是要拆開來寫的 甚至有些同學 把自己另外補回NO3- 令到它變成Full Equation 即旁邊變成Cop2 Nitrate 完全就不是看清楚題目 他想你寫什麼 另外最後就是 所有這些計算的同學 麻煩你給我看清楚單位 因為是有 這個同學沒有 這個同學計對 不過寫錯單位 但有些同學是因為 如果是忘記了 這個CNQ要轉回DNQ先乘0.9 是計大了1000倍的那個數字 這些位置這樣坐是很不值 很不值的 OK 以後第四題也是一樣 即是這條 明明是叫你寫Half Equation 但很多同學寫了一條Full Equation 這條是一條Metal Extraction的題目 然後到C1 同學都不是很掌握這些答案 因為他有時候的答案很短 大家沒想清楚為什麼 譬如這條題目 他問你為什麼Aluminum Foil 可以用Aluminum去做 同學答Flexible 其實你是形容Aluminum Foil的性質 你不是形容Aluminum 為什麼可以做Aluminum Foil 是因為Aluminum很容易可以拔長禁扁 就不是Flexible 是另一個意思 很容易拔長禁扁 是應該答Manual Manual 所以他很容易禁扁 Manual就是容易禁扁的意思 另外D這條Annodization 其實是送分的題目 其實我是為了看看大家有沒有溫習 因為我檢討過去幾次assessment 其實很少問大家Metal的課題目 所以這份卷出得一來簡單一點 二來也是看看大家要溫 因為這些一出考試一出一定是容易執的分數 寫不到impermeable to water和oxygen 這些字眼 沒有說increase the thickness of Aluminum layer 我已經很簡單 大家寫到Aluminum layer 我已經給分你了 OK 第五題就是Typical Topic 6的題目 即Microsoft World 2 我不明白為什麼這條題目很多人都畫了SF4 大家看到Silicon就寫了SF4 都有好幾個同學 而且成績都OK的同學 眼睛看過籠 然後Polarity這個都基本 大家都OK 但是D我經常都強調那樣 你回答這些題目 記得一定要寫清楚它是Atom 它是Molecule 到這一刻還是有同學寫Drian Molecular Structure 這些字 或者SiO2有同學是不知道它是SAR 或者是石英 寫了它是Simple Molecular Structure 這些位置大家一定要小心 這些這麼容易執的題目 我想香港有七成的人是會答得對的 這些題目 OK 然後到第六條題目 第六條題目 是一條簡單的計數和Redox的題目 沒有什麼特別要注意的地方 就是小心點顏色 有同學是Fairy Pale Pink 又寫了Pale Pink 但是Manganese 2 Iron的顏色是Fairy Pale Pink 很多同學是寫錯的這個位置 那麼到第七題這條Essay 整體是做得好的 但是同學都是一些乳癌的問題 例如這個位置很多同學都知道 C是小過B是小過A 因為大家都知道C的Inter Molecular Force是最強 但是大家不會拿去比較Hydrogen Bond的數目 又不會去比較OH Bond的數目 就變成你只知道C的Hydrogen Bond是最強 A的Hydrogen Bond是最弱 但是為什麼呢 就是你要講出這件事 為什麼它的Hydrogen Bond是最強的 所以就記得要比較Hydrogen Bond的數目 這個位置 OK 還有有小量同學 這裡不是Hydrogen Bond 而是Randall Force 但是這條題目沒有理由寫Randall Force OK 那又到第八題 第八條 首先是一條計數的題目 但是那條數我不在這裡詳解 其實幾多同學計錯的 因為大家不知道要Led X這個問題 又或者比例計錯了 但是你自己去看看 不懂就問我了 我想說的是B Part 因為B Part這個題目 是我以為很簡單 但是我發覺幾多同學計錯 即是做錯的 首先第一件事 大家是竟然有同學不知道Standard Solution 是用Volumatrix Fast去做的 因為有一條MC 是很多同學錯是DSC考的 就是問你做Standard Solution的時候需要些什麼 很多人都以為要用PiPad 但其實是不需要 你只需要秤重有水 然後加進Volumatrix Fast 那你就可以得到準確的Mask 準確的Volum 你就做到一個Standard Solution 所以Wolumatrix Fast是很重要 但是很多同學寫不到的 第二件事也是我以為很簡單 就是Sodium Hydroxide 應該大家都知道它吸水的 同學還恥笑我Higo Scupid的Lux 寸錯字 但是在這個位置大家又答不出 因為Higo Scupid 所以你秤重的時候會不準 也不少同學是你只寫它會吸水 但是你不會寫它 就是秤重會Cost Error 這個問題 然後去到Primary Standard Primary Standard Primary Standard 其實我們Lux是一個很小的Column 裏面教的 Primary Standard 是很多同學不知道 就是我要是一樣便宜的 很容易溶在水的 以及相對來說容易react的一個東西 我做Primary Standard 就是最適合的 就是不會秤重出現錯誤 所以我們學的就有兩種 一種就是Anhydrous Sodium Carbon 另一種就是Anhydrous Oxalic Exit 就是這個樣子 就是它兩頭的Exit 或者我們有時候會看到這個樣子 在Tolorometer裡面去做一個reaction的反應 這個就是Oxalic Exit 我們通常就說這兩樣是用來做Primary Standard 然後到第九題 就是All Cam 1的題目 通常同學B都答得不錯 但是A就會答不好 就是有些同學會畫了病仙 或者畫了一些古怪怪的形狀出來 但是病仙不是C6H12 病仙是C6H6 要留意這個位置 然後Cpi是答得很差的 因為Cpi告訴你有個A和B 這裡的A是Alking A是Alking A是Alking B是Alking 所以為什麼這件事混合呢 有一件事就很快就react了 變淺色了一點 但是另一件事就要過了15分鐘 才慢慢變Colorless 就是因為Alking 你很快會反應 就出了一隻Colorless的Product by這個addition reaction 但是Alking 它undergoal substitution是很慢的 所以有一個Colorless的Product 之後才出現 很多同學都答不到 或者答到 但是你寫不出它一個快一個慢 這件事 第十題是Ecurivium 的題目 首先 很多同學都不是畫 Elechon Diagram 畫了一個Structural Diagram 出來的 這個是 題目已經會寫得很清楚 還有呢 Dative Call William Bond DSE都考了幾次 其實普遍學生都寫得不好 就是什麼呢 同學說不出 那個Lone Pair 是在什麼上面 然後說不出這個Lone Pair 是你無論你用Done 用Provide 用Contribute 都好 你都要說到是由一個Lone Pair 給了另外一個這個Concept 才是Dative Call William Bond 所以大家一定要學會這樣寫 因為考過兩三次而已 其實那些考生都是考得不好的 然後到B Part 他叫你解釋 就是這兩種情況 KC會不會改變 B1通常都答得到 就是沒有改變 但B2其實出漏了一個Delta H 是正定符的 所以這條 無論大家寫是升還是跌 只要你解釋得對 我都會給你分 但也有少量同學 是不知道KC只會受溫度改變 所影響 就像這個同學這樣就錯了 然後就到計數這條 其實是一條典型的Ecaribium 題目 但是同學還是有那些不好的習慣 例如我講過很多次 只要寫得出這個KC expression 你就會有一分 但還是有同學不寫 然後最後你的答案不對 就被我扣了分 這些位置就不值 還有那些問題都錯單位 就是永遠都是這幾個問題 然後到All Scene的題目 All Scene的題目 其實大家普遍是OK的 但有少量同學會用了Bromine 而不是HBR 但你要留意用Bromine 這裡就會出了兩頭BR 這個都是會出了兩個BR 就不是這樣的 然後另一個很common的錯誤 就是大家的HCL或HBR 是寫了AQ 我講過的 或者你看回DSC去推薦你的standard 都是沒有AQ這個字 都是沒有AQ這個字 那不是說 因為有些情況 我們如果想出他網路修律條 我們會用Coin Hydrochoric Exit 但是 在All Scene裡面 大家不要寫 因為你寫了應該會出現一個product 就是這頭是CL 然後這頭是OH的這個product 如果你用AQ的話 你不會這個反應 那你就不要寫一些你不懂的東西 為什麼這麼多人都要寫AQ呢 我講過很多次 我教你怎麼寫就怎麼寫 對吧 而且就算你不是聽我怎麼寫 我給你看DSC的standard 它也是沒有的 對吧 對 那也是第十二題 那A部分是我最不滿意的 我覺得這題是很容易的 但是 很多同學是寫不出absorbent 和color intensity這個字的 同學會寫什麼 同學寫到color change measured the color 這些字 喂 不是啊 你是講那個顏色的強度 或者你那個absorbent 你寫一些完全不是那樣東西出來的 為什麼會 而且你在一個rach of reaction的反應 其實你是應該要講出 measure一段時間的absorbent 所以over time這個字是重要的 你們很多人就是measure the absorbent 這樣就算了 雖然考試可能你都有分 但是你應該知道做一個rach of reaction的反應 你是一定要量度某一個parameter 一段長的時間 然後看它隨時間的變化 為什麼你表達不到這個concept呢 如果這條s 你更加會失去這些分數 對不對 下面b1 通常都答得對 collision theory 都沒有什麼同學寫得不好 因為說到這麼白 要你用collision theory解 其實通常同學都會寫好的 又到第13題的a part 是一條hex law的題目 這題有些音濕 因為它最後問你 是問你among energy release 但是 很多同學都是計算完nflp change 就算了 nflp change 不同energy 你會覺得周Sir 我的答案的數字和他一樣 為什麼我用這個答案不行呢 我都說明了去promote 你會有這樣的concept 是因為他這條題目問你1mode 如果這條題目不是問你1mode的olylic exit 他是問你2mode的olylic exit 那你就答錯了 所以你 其實你要有這個concept 你應該要知道nflp change 是計算permode的 energy release 你要計算個mode出來 對不對 所以很多同學都算不正確的 就是單位那裡 到c part 就是一條典型的sistran isomericum 的題目 通常同學1都答得到 2就有語言 就是你講不出幾個關鍵的位置 就是它的linear和symmetric structure packing efficiency stronger intermolecular force 這幾個都是重要的字眼 你說你最後的分不懂 那OK 因為我們很少大家對於工業應用的東西 未必很熟悉 但是前面那兩分應該要得到 然後就是d part d part是很多跟我的selecto畫錯 我逐個去看 其實有人畫多我的碳 有人畫少我的碳 有人畫漏了 有人畫漏了esta group 然後也有些同學 譬如你完全沒有回意到 olilic axis 是那個sis isomer 這裡上面這個 是那個trans isomer 有人完全沒有留意到 這些東西 就像這個同學那樣 我畫了sis 這個同學就畫少了碳 對不對 就是 永遠提醒大家 麻煩你畫完skeletto 你double check你碳的數目 就是因為這樣而沒有了一分 是超不值的 你畫得到這個structure 其實已經香港 可能有一半的人 是畫不出一個這樣的structure 但你因為畫少一個碳 而沒有了這一分 是超級不值的 其實 最後那題essay 我以為很簡單 但又是有很多同學做得不好 三個characteristic 要舉例子 這個還要是 鱷屎裡面有的例子 最大的問題就是 很多同學 就是 其實基本上 我改的數多同學都知道 color of iron variable occident state 和 catalytic property 有這三個性質 但大家舉例是舉不到的 譬如這個同學 只是語言問題 他說他有粉紅色 但他沒有說什麼iron 還有我們學的iron 就不是粉紅色 應該是紫色的permangani 或者是fairy pale pink的manganese 2 就是這裏的例子 variable occident state 又是 你記得不要寫這些 你應該要像這裏這樣 MN2正是正義的 你說得清楚給人聽 有正義這個occident state 我從來沒有見過 你們有學過MN括弧2 要不是manganese 2 英文字的 就有這樣括弧2 這些完全不是 或者好像這個同學 你應該要說出 他是正義 他是正義 又是這個問題 其實我這題應該給零分 因為你沒有寫fairy pale pink 而他不是 pale pink 還有catalyst的舉例是有點難的 不是太多同學寫出 MN2是speed up decomposition of HEO2 這個同學寫了另外一個 我們lux裡面是用iron2去做catalyst 這個同學做了那個 但是你也是錯的 因為是SEO82 就不是SEO42 這個也是 你看這個同學 寫一些你都不熟悉的iron 你什麼時候有見過 有一個iron會有漆症這麼多 你是漆 對吧 你說的漆症其實是 正漆Occident state的 MNO4負 對吧 這個也是 我都不明白 為何那麼多人 MN2正寫 pale pink Paper 2都講到20分鐘 這條片就到這裡